我想这个年代也真的是蛮快的 我们也坦白讲 我们也晓得 我们整个国民政府来台湾 才是在40年代的事情 经过50年代 台湾那个年代因为有一些美元的帮助 我们晓得美元的帮助 对台湾的经济成长是有很大的助力 这个我们不能否认的 因为当初有了这个资源以后 台湾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改善 还开始走上一个往上更新的一个现象 我们也晓得那时候美元来的时候 我们就用农户会这个奇怪去坦塌 比如说以前我们农座 大概都是用人力跟牛跟受力 后来农户会它透过那个事件会 以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教市政会 他们就开始鼓励人家用剃骨 可是它剃骨不是人坐在车上去驾驿的 而是推着好像是一个离的那种积极四倍 那这个是我讲的就是一个农戏的改革 刚刚我们也不是提到体育起衣机 你晓得以前一个富人 它洗衣是一个很重大的工作 而且那时候不要讲电有限 水也有限你知道吗 所以都要到河边西边去洗衣服 这个是从日记时代一直到500年代 就是这种现象 因为当时河水还很清澈 我们当时淡水河就可以看到 整条淡水河 什么时候很多户里在那边玩衣服 在洗衣服 对啊 当然那时候奇迹出现的时候 大家有说这个工作可以期待了 大家当然是有一个期望嘛 有一个期待嘛 但是你晓得 那时候一个人的一个收入 你要去买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 我刚刚也提到过 在50年代那个一般人家的一个薪水 一个公务员才四五百块而已 而且一般的薪水才差不多一千块 要买那些所谓的一个家电产品 我想这是一个很怕命的事情 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